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 智水大行动 这条河是深圳第一大河 多年前 由于大量污染物直排入河 毛州河由一条水清暗绿的清水河 变成了一条黑臭河 一场对黑臭水的歼灭战 就此展开 工程师们发现 毛州河流于周边地下 隐藏着很多大大小小的暗寒 暗渠 它们本来承担着泄洪排涝的功能 但有人偷偷往这些寒洞排进了大量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 最终汇聚到毛州河 让毛州河久治难清 现有的这些地下暗寒中 由于今年累月的偷排 已经淤积了不少黑臭水和黑臭泥 该如何清理它们呢 以往的暗寒清浴的话 几乎都是采用这个人工下寒进行清浴 但这个的话 其实是存在非常大的隐患 安全隐患 一直以来 只能靠人工进入暗寒 挖掘淤泥 然而暗寒中 大量有毒有害气体潜伏其中 防护不当 甚至有致命的风险 工程师们迫切希望 能用更智能的机械代替人工 完成这种高风险的工作 于是创新研发了一款 适用于暗寒作业的清浴机器人 工人不下寒 我们臭气不外溢 然后污泥不落地 这个大目标 然后我们进行的清浴机器人的研发 这就是工程师们研发出的 寒冻清浴机器人 机器人的前端 安装有两个螺旋形的爬刀 能够把锁到之处的淤泥 归笼到中间 在吸进机器的中间部位 机器人的下方设计成了 像坦克一样的履带 这是因为暗寒中有很多碎石块 履带能让它在地下寒洞里 进退自如 毕竟四十分钟 清浴机器人已经成功被放进了寒洞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清浴机器人也有编长莫及的盲点 城市的地下还有很多更小的寒洞排水沟渠 它们的直径只有一至二米 有的宽度甚至不足一米 怎样的设备才能进入狭小的寒洞作业呢 工程师孟磊和他的团队要挑战小型暗寒检测这个难题 这个像玩具车一样的装备就是他们特别研发的寒洞检测机器人 车身顶部装载着灯光和精密的摄像设备 它的运动性能极其出色 升降 前进 后退 拐弯 转头 机器人的线路都做了防水处理 确保它能够浸在水中作业 上下伸缩的摄像头可以伸到水面上 查看寒洞内的情况 调试工作已经进行了几个月 现在终于到了它 仪式伸手的时候 刚进入寒洞 机器瞬间被污水淹没 其实工程师们早就想到了水深的问题 也给机器装上了可以升降的装置 可无奈 即便升到最高 摄像头还是被寒洞里的水淹没了 更糟糕的是 即便轮子已经加粗加厚 可面对寒洞里软烂的淤泥 还是行走的磕磕绊 按照计划 机器人要走过整条暗函 用摄像头记录下暗函内部的情况 可是现在暗函底部有很多碎石和淤泥 机器人前进时颠簸不稳 摄像头也跟着摇摇晃晃 还时不时沉到水里 根本无法清楚拍摄到暗函中的图像 看来寒洞下的特殊路况 或使设计者们必须转变思路 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难题呢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为您揭秘 工程师们正在研发 用于小型暗函检测的机器人 四个轮子的检测机器人 在狭小暗函里无法正常行进 改变现有机器人的行进方式 能不能解决这个难题呢 把车换成船 这是工程师的又一个创新思路 他们先在水池里实验了三个月 小船搭载着摄像设备 依靠船底的螺旋桨提供动力 在水中游刃有余 结果令人满意 但扔到实况更复杂的寒洞里 这种检测船能经得住实战检验吗 检测船被放进了地下寒洞 没想到意外又发生了 因为你是螺旋桨 螺旋桨然后东西就缠住了 像说一些绳子或者头发 主要是头发和绳子 或者是一些树根什么会就缠绕 导致它那个螺旋桨就动不了了 寒洞水里长期淤积的垃圾 缠住了螺旋桨 船体失去动力 动弹不得 看来还要改变检测船的动力形式 我们借签了咱们这个飞机 螺旋桨的这个原理 然后我们将这个螺旋桨 又安安置在我们无人检测船的 这个尾部进行推动 我们这个船体的一个行进 经过一个月时间的改进 螺旋桨被改装到船顶 避开淤泥中的障碍物 船上换装了亮度更高的LED光源 增加了声纳和激光雷达 能够检测暗含下的淤泥深度 排口在什么位置 管境距离等等重要信息 这次检测船没有让人失望 它驶向暗含深处 将里面的情况清晰地 船回地面 与此同时 另一组工人通过手里拿着的 这个仪器 定位到机器人 在暗含里的所在位置 结合回船的画面 判断哪里有污水口 除了能看到小寒洞里 哪里有污染 检测船还能同时监测 地下管道的情况 就是哪里有破损 就是破 有开裂 或者说裂纹 或者说有破损的这个地方 我们是可以定位的 管道开裂或者破损 是城市排水系统最大的隐患 很多管道由于长时间使用 污染腐蚀 容易造成漏水 甚至路面塌陷 过去要检查或修补 破损漏水的管网 最常见的方法 就是直接从路面开挖 进行维修 但这种方式成本高 对道路破坏大 工程师们希望 找到一种不挖开路面 就能修补管网的技术 最终 一种神奇装备的出现 解决了这个难题 这个长着四个轮子的 小型机器人 前后都搭载了 灯和摄像设备 他要充当先锋队员 下到寒洞查看 管道是否存在 破损的情况 通过机器人 下到管道传回的画面 工程师们发现 管道内部 到处是污水腐蚀的斑驳 管道一侧 还有污水 正在流入管道 如果不及时修补 时间久了 就有管道爆裂的危险 该如何修补破损的管道呢 不及时修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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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这里是毛州河沿岸的底泥处理厂 一辆接着一辆的城市吸污车 正在忙着卸掉从地下寒冻里吸出来的 黑臭水和黑臭泥 在这里黑臭水和黑臭泥会经过重重变身 变废为宝 水经过处理达标后又流回到毛州河 而淤泥则会摇身一变 成为可以铺路的透水砖和其他建筑材料 整个过程中间我们实际上是 把这个底泥里面的有害物质 都要把它转成资源 经过几年的努力 如今的毛州河大部分已经不再是黑臭水 行走在河边到处是水清暗绿的景象 你可以去看到水很清澈 没有气味了 而且看到很多鱼类 包括一些植物都生长得非常好 据统计截至2020年3月 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黑臭水体 共2869个 其中2313个已完成治理 556个正在治理中 毛州河这条深圳第一大河上 沉寂多年的端午龙舟赛又开始了 未来毛州河还要努力实现地表水 要求更高的标准 曾经人人厌恶的黑臭水 变成了让百姓幸福指数 大大提升的清水河 毛州河也以全新的姿态 成为深圳名片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 生态文明建设